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自稱為總統當選人的拜登 在昨天又再召開了記者會 去宣示他的政策立場 其中一件不少的 當然就是包括了對華政策 除此之外 拜登也是掌握記者會的機會 對於特朗普作出了猛烈的抨擊 他竟然間宣稱 說特朗普是美國歷史上最不負責任的總統 究竟拜登在發什麼說話呢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登在記者會上 就被記者問到 在你正式上任之後 會不會制裁中國呢 拜登就回答 說他的重點 並不是要懲罰中國 反而就是要使中國明白 必須要遵守遊戲規則 故此 他就說要帶領美國重返世衛組織 也會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目的就是要向中國展示 全世界其他國家 已經圍著不同議題 來定立共同的目標 希望中方能夠理解 實情他說這番說話 就是對那些相信兩黨共識論的人 打了一巴掌 拜登說這些 似乎對中國伸出橄欖枝 就多過對華強硬 而且他說到 要重返世衛組織 以及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這個當然就不是懲罰中國 這個是懲罰美國的意思 我也解釋過 當美國要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的時候 其實只會為美國的工業綁手綁腳 因為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而且也是已發展國家 沒有理由還在這個時候可以增牌 所以美國一進入巴黎氣候協定 就要不停著力去減牌 減牌或者有很多工業就要收皮 包括了特朗普一直提倡的葉癌油工業 因為是屬於高污染的東西 當然在拜登的眼中 你不搞這一科都是好的 因為他一直提倡什麼環保 綠色 他就最適合他河車 至於說重返世衛組織 也不用我講 世衛靠得住 拜登也會上訴 所以他說這兩件事 當然就不是懲罰中國 是懲罰美國 但他說目的就是要向中國展示 全世界都會為著不同的議題 訂立共同目標 這是你自己一廂情願的單方面想法 拜登經常說 要使得中國明白 遵守規則的重要性 其實他說這件事 就是暗示美國 接下來的四年 對華政策 就是重返奧巴馬年代的道路 就是說怎樣 不要搞這麼多貿易衝突 盡量理順的衝突 盡量去消利那些矛盾 那就是怎樣 就是美國發大財 問題就是 到底這個經濟成果 那些基層民眾 能不能夠享受得到呢 那這個就是另一回事 其實大家只要比較一下 在奧巴馬和拜登執政那八年的經濟狀況 以及就是特朗普執政的頭三年 因為不要計這個武肺大流行 這個是非戰之罪 對於特朗普是 他執政頭三年期間的經濟改善的情況 大家一比拼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哪一個 在經濟政策上是更勝一籌的 這個都不用爭 現在拜登執意要重返奧巴馬年代的舊老 其實也是等同於告訴全世界 他們就有一個良好的主觀願望 叫中國去遵守他口中的所謂規則 但是同時他們也沒有任何的板斧 能夠確認得到中國是會遵守這些所謂規則 奧巴馬執政那八年正正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他們面對著中國所發生的一些人權問題 或者是其他問題的時候 就只會採取一些相當空洞的應對手法 比如說是發表一些聲明來批評 甚至是譴責 但是就會缺乏一些具體的行動 因為他們正正就是不喜歡特朗普這種所謂懲罰中國的方式 所以他們也說明 重點不會擺在懲罰中國或者制裁中國的地方 所以在大選之前 很多美國的主流媒體 就算是紐約時報 或者是CNN都曾經提出過一些觀點出來 就說中國其實更加懼怕拜登上台 因為拜登就會採取一些多邊主義的手段 聯合歐洲的盟友 如何如何 總之就說一大堆東西出來 事實就勝於紅便 明顯地拜登上台的話 就肯定會對中國更加有利 至少來到說 在特朗普年代他們所採取的那種圍堵中國的政策 如果真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這些政策肯定就會失去了延續性 因為拜登根本上就不支持這堆東西 例如說蓬佩奧他所提倡的那個靜網計劃 其實就是對於中國那些高科技企業的一個圍堵 華為、中興等等 但是自從拜登宣佈自己成為這個總統當選人以來 他都從來沒有就著這個靜網計劃說過半句說話 可以肯定的就是如果由他執政 這個靜網計劃都是涼過水 另一樣就是特朗普他搞了一個印太戰略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從軍事和政治上去圍堵中國 但是這個民主黨和拜登 他們就把這個俄羅斯作為頭號的假想敵 經常說俄羅斯才是對於美國最大的威脅 一旦他們確立了這條路線以後 那就肯定會跟印度、越南越走越遠 這個印太戰略其實就是基於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那個基礎來搞亞洲版的北約 當然現在實話就沒有一撇 而且如果由拜登上台的話 特朗普所搞的這個印太戰略都可以說是告一段落 另外又再看看他怎樣去批評特朗普 這個拜登就說 特朗普是美國歷史上最不負責任的總統 企圖推翻選舉的結果 他還說很有信心 其實特朗普本人都知道他是沒有辦法贏得到 但是他仍然想盡辦法扭轉結果 認為特朗普是難以觸摸的 拜登批評特朗普想阻止政權的和平交接 拒絕他的過渡團隊 接觸主要聯邦政府部門 這個說法完全是狗屁不通 等同於主流媒體所說的一樣 就是想營造特朗普已經敗選這個假象出來 繼而動搖特朗普支持者的信心 根本上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一直都在做事 不僅是向地方法院提出的官司 而且如果在州法院的層次敗訴 也會繼續上訴到聯邦高院的數 放錢拜登有漿量計 人家一樣是有過長梯的 當特朗普面對著這麼多選舉舞弊行為指控 這麼多個州都在耍耳朵的時候 他肯定就不會坐以待斃 所以現在特朗普的律師團隊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打違憲 而且就是在具有選舉爭議的州 在提名選舉人方面增強他的難度 總之就是務求過到12月8日這條死線 過到12月14日選舉人團投票 只要兩邊都過不到270張選舉人票的話 對於特朗普來說 那個贏面就會加強增大了很多 所以不會當別人是猛的 而且拜登在說什麼 特朗普試圖企圖推翻選舉結果 什麼叫做企圖推翻選舉結果 請問是 人家只不過是捍衛一場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 而且就是 真正的選舉是在12月14日才舉行的 拜登 之前11月3日那個是投普選票 但是同時今屆的大選 也是在美國選舉史上出現了最多選舉舞弊行為指控的一次 這個也是客觀事實 所以如果某些州提名到選舉人 都不是一件意外的事 所以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好了 至於拜登接下來說到什麼阻止政權和平交接 這個就更加多餘了 你都未曾贏 你等到12月4日投票的選舉人票才說 這件事其實他是在僭越 難怪有些評論 會說拜登是挾持著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 所謂的科技巨企 來搞一場現代的政變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如果拜登真的上台的時候 對於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來講 拜登就是完全不重視香港的議題 直到我錄節目的這一刻為止 拜登陣營都未曾就香港近日所發生的事情 是表達過任何的態度 關注或者發聲 是沒有的 沒有就是沒有的 就算那些燈粉怎樣刀 怎樣硬都好 都是沒有的 至於如果是他上台之後 其實大陸只會是更加無懼他的臉色 大家看看 現在這一刻為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都已經是好像邁向一個加速的方向 更加何況他坐正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其實心底裡都有一個答案 不過現在這件事到底會不會發生呢 未知之數來的 仍然是有很大的變數 因為當特朗普繼續來到去 揭而不捨這樣 捍衛美國這套民主選舉制度的時候 這個拜登想奪權呢 不是說這麼容易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